2009年做了事业和爱情的决定 那时候在一起了吗 对 在一起了 好 下面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张杰的感情问题了 张杰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好像不太善于表达的男孩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们在一起也三年多了吧 但是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真的没有问过 但是他们相识到现在三年多了 我觉得谢娜是你生命中一个贵人 那时候我不知道 无论将来怎么样 她都是你生命中一个贵人 我还在靠你呢 看来看 还在慢慢呢 我觉得是娜娜是个非常好的女孩 所以其实自己呢 自己 要说了 也在想说 如果娜娜愿意的话 我会给她幸福的 手动公开 我第一次看了 你第一次看吗 对 我第一次看了 你也是第一次看了 我第一次看了 我也是第一次看 我也是 你也是第一次看 你也是第一次看 我们没有经常看娱乐节目了 是 但是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是不想在媒体面前去讲我们两个好 和我们两个怎么样 我还是想以作品说话嘛 但是 一直有人问 那我就豁出去了 总之就是 你是临时决定这么讲 我临时决定要说的 有时候冲动是需要的 对 当时我讲完了之后 我回头看一下我讲的 我说 意思就是承认了的意思 对吧 然后 那个时候还是百度贴吧 我知道那个时候就炸掉了 那种炸掉的感觉是很吓人的 后来就 内心就开始交战了 自己在 自己要事业正在高升的时候 但是突然 对吧 歌迷又知道这个事情 你会有担心吗 我有担心 当然有担心 但是你是讲完了才担心 我讲之前也是很担心 但是讲了之后 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就定板了 但是我又做了一件 每个男生 其实就应该做的事情 好有责任 好有责任 其实09年对你来讲 应该就是一个男人 就向全世界宣誓 我就爱这个女人 其实确实是 需要比较有勇气的事 因为你宣告了 别人知道了 这个就不能打脸 这责任就很大 觉得你是担当的人吗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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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你